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你看别的超市 大家想进去就进去了 你只要有钱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呗 可是Costco有规定 只有已经缴纳了会员费的消费者才能进入卖场 也就是必须是会员才能进来 那其实这个对人流是有限制的 可在中国出了问题了 由于到场的消费者太多 安保力有限 这一规定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 而且我也觉得 你说这个商家 尤其外国品牌 你的本土化 现在这个Costco还是水土不服 大家去这个Costco会发现 它那个摆设商品的方法和我们大部分超市截然不同 有一点像这个家居卖场那个一家的仓储区 就是货架很高 很多商品不摆在货架上 得用纸箱直接在地面堆起来 这个廉价物美的感觉 而且产品多是大包装 连它这个购物车的体积 都是我们国内普通超市的两倍 我们说这个Costco成立于1976年 是全球第一家会员制超市 当然大家知道 第一个进入中国的美国这种会员制超市 反而不是Costco 而是The Samus 就是山姆会员店 它也是沃尔玛旗下的一个店了 现在山姆已经在中国有26家店了 当然也主要在一二线城市 不仅是会员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中国消费者对超市还有个新的要求 就是你得快 你看送货到家这是中国市场上零售标记的标配 你像什么河马先生 京东 7 Fresh 这些新零售企业都把这个到家业务做到什么呢 做到30分钟快打 现在Costco的问题是 它在上海只有一家门店 在天猫上也只有两家旗舰店 还没有布局这个到家业务 所以要想赶上山姆 甚至中国本土的零售企业 我觉得Costco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欢迎关注胡关正经的优酷账号 打开优酷视频首页搜索胡关正经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就能看到关注按钮 下次想看老胡的节目 直接点击关注列表就可以观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